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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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杰克的选手 卡德·列科罗和比达尔 毕竟是刚刚由青少年组 转过来的运动员 难度呢不是特别高 面转单挑用的都是两周 这个赛季是他们参加成年组比赛的第一个赛季 今年的欧景战呢 他们是划出了自己的短节目 历史最高分48.45分 因为在他们之后要上场的是俄罗斯的沃罗索扎和塔兰科夫 所以现在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 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超票 用的是萨霍夫的三周 延展拖举用的是勾手起跳 第五组阿克塞尔拉索类的托举 单臂携带 后内螺旋线 这些都是规定动作 在10到1赛季 第一个规定难度当中 一个单条 一个抛条 一个搓举 一个碾转 一个碾转 一个旋转 一套直线布 和一个后内螺旋线 教练是沃尔科罗瓦 成绩是四十五点二零分 目前在列第四 第四 号码